音樂 我是月珠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 糯米飯 因為現在所以天氣這麼冷 這當然是生炒糯米飯 以前如果你們年紀不是太小 都會在街邊看過 用大鍋來生炒糯米飯 其實不是十分困難 但今時今 電飯煲糯米飯就可以了 電飯煲炒糯米飯都可以的 今天我們就用糯米電飯煲 做糯米飯 材料都是那些 臘腸、臘肉、冬菇、蝦米 芫荽和蔥就簡單了 我今天就煮 沙麥 沙麥這些膠麥的糯米飯 做什麼動作呢? 先浸水 浸多久? 一般來說都要浸2個小時 不過我這次浸1個小時就算了 因為硬身的糯米飯 你起碟飯煲有一塊 但軟身的糯米飯就是沒有得夠 所以我不想做到這麼軟身 所以我現在浸1個小時 1個小時後再和大家說 那些臘腸、臘肉買回來之後 其實你要用水灑 讓表面的糯米出出來 這樣灑不會熟熟的 你不用擔心 只會灑不到表面的污漬 你看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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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糯米 這些一點點這些 有多髒 所以你做這些臘腸飯 放進飯煲 這個動作都是要先灑一灑 灑一分鐘、兩分鐘都不用擔心 那些味道不會那麼快走到的 這些蝦米又要洗一洗去 浸2分鐘先 這樣情況 冬菇處理定了 冬菇如何呢? 大家都知道 浸1晚當然最好 要不然你就用滾水 微波爐 2、3分鐘 再浸半個小時 就會軟化了 那些水不要要了 因為又是怕它軟髒 先洗一洗 冬菇切粒 臘味飯最主要 不用太重要 好 臘腸煮了 一分钟 倒進去 洗一洗 哇 基本上 這麼滑乾淨的 熟了嗎? 你猜嗎? 當然沒有 先擦一擦 那這些呢 又是要切 現在這些要切粒粒 你可以這樣的 反而呢 我又覺得 切細細粒 都可以的 不要切去 一片片這樣切 這樣切開一塊塊 一塊塊 可以 沒有問題的 讓它的口感更重 這樣切開一塊塊 小小塊 就可以了 臘肉呢 一條 你買 現在不用太多 沒有條就可以了 我先把皮 基本上都不要 不用太肥 因為 這個皮是不要的 因為是硬的 如果你 來味飯 就要 這個皮 我不要了 因為太硬了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呢 要切一粒粒 一粒粒都可以切到差不多 一粒粒都可以切到差不多 等我切好了 再和大家說 細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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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 可以切到一些飯有味 出來的顏色呢 就是老抽 黑黑黑的 但是 看來看來看來 我不喜歡的 因為一會兒炒出來 我不想那些 黑黑黑黑的 有少少顏色就可以了 現在 現在 我今天又做羊腩煲 今天買了重手 買了五磅 因為 人們很喜歡吃 我這次買多一點 多漂亮 現在 再用水浸一浸 用電飯煲 煮糯米飯 要先預熱 因為 很多這些材料 這些 臘腸、臘肉、蝦米、冬菇 很多都要下鍋炒過 炒過才會香 現在 譬如我已經預熱了 怎樣預熱 一早就 當作煮飯 先煮 這個糯米飯 很多時候都會有蛋 在面 這個電飯煲 已經預熱了 加少許油 加少許都可以 做什麼呢 我首先在電飯煲上 煎兩隻蛋 煎了雞蛋 電飯煲 又預熱了 現在很簡單 打開它 剛才你看到 就有少許蛋的油 不要緊 先把臘腸全部倒進去 先爆一下 智能電飯煲 就用超快煮的 讓它爆一下 其實聽到聲音 聽到聲音 蝦米 蝦米隔了水 浸了一會 又倒進去 其實是叫做鑊炒香 因為是懶惰 懶惰冬菇 又是這樣 三樣東西 都放進去炒 給點聲音 聽聽 有少許聲音 還可以 有很多臘腸油 臘腸油 現在就揉它 蓋著蓋 等它煮一煮 炒一炒 一會兒就可以放糯米飯 OK 米鎮 煮了一個小時 先把水 隔了水 再隔多一轉就可以了 盡量加清水 在電飯煲裡炒一會兒 大家先看看 嘩 喂 聽不聽到聲音 其實 其實是有聲音的 正在炒 當然不是用明火 用鍋炒 這個時間可以了 炒好這些 先把蝦米倒進去 現在先炒一下 是否像煮飯那樣 水煮兩格 不是的 你記住 不可以這樣煮 因為 如果這碗糯米飯 煮到它煮出來是硬的 你可以夠到的 因為你可以加水再煮一煮 但如果煮出來 軟軟軟的 沒得夠了 我現在先倒少許水 這裏是1米的 我用了3米的 首先用半米倒進去 拌一拌 拌一拌 現在就正常給它煮飯了 可以了 你不用它 鋪平它 煮一煮 開來看看 看看有甚麼環境 看看米的硬度 是否適合你 有些很喜歡很軟的 有些喜歡很硬的 好 我們轉頭 開給大家看 讓它煮一下 煮了一會 10分鐘左右 要開吃 好了 你看到米了 半生熟 但是很香 其實已經 我甚麼味料都沒有 這個 但你知道米不可以了 你看到 一些是白 一些是透明 看到了嗎 即是告訴你 白的根本還未熟 現在又要加水 剛才不是加了少許 現在又加少許 不要緊 其實現在只是拿著 一勺米的份量 是吧 我拿了三勺米 現在加了一勺米的份量 現在又不斷拌一下 先煮一下 一會兒再看 又... 用咖啡來煮一下 先打開 嘩 很漂亮 聲音很漂亮 其實你剛剛的飯 看了 看不到 咖啡 反正要看 先拿出來看看 飯已經有白色的小 我們用手 拿少許試試 不得 因為還有少許硬的感覺 不要緊 現在再加少許水 這是第二杯米份量的水 我現在加多少 加三分之一 不要加了 加三分之一 再煮 又不斷拌勻 過程好像很煩 其實你的鑊 生炒糯米飯 是一模一樣的 幾十年前我們在街邊是可以在街邊炒 生炒糯米飯的 那隻鑊大到嚇死你那些 一邊灑水 一邊炒 這個情況我就是跟了他們 我試過幾次都成功 現在其實已經有臘腸的香味 這些飯仍然是不可以的 這樣攪拌之後 再煮十兩分鐘 差不多了 待會再和大家一起煮 現在電飯煲煮了一個超快煮 還有五分鐘的時候 我看看 嘩 可以看看 看看它 先扭一扭的飯 糯米飯 這個就是 這個時候香是有的香味 但什麼味都沒有的時候 你要拿少許出來試試 因為它的口感 拿少許出來 拿口也試試 嗯 不錯 我認為濕了少許 我的媽媽 你先試一試 這次 這次 這個時間 你又要加些味 很多人加些 老抽 因為要熟的 我首先是這樣的 我喜歡甜的 你加不可以的 我要加些糖 因為我吊起一些味 很好吃 現在的臘腸味很香 我加一匙多的糖 然後呢 你加什麼味都可以的 你可以加那些 叫什麼 老抽 我加鮑魚汁 你聞到香味 就已經很香了 不夠的 現在要拌勻它 你喜不喜歡這些白色 不喜歡的 加少許的醬油 都可以的 其實 你加醬油也可以的 不要加太多老抽 攪拌均勻它 讓它有少少少少 不要太白色 因為你們外面吃的黑色的 糯米飯 你知道嗎 要加幾匙的老抽 黑糯米飯 現在的時間 還要加上 那些芫荽 芫荽 這些芫荽 大棵 這些小的 就放下去 小粒 就放下去 小粒 讓它 烤焗 光糖就完全不同了 完全 顏色 就是淡色一點 如果你們喜歡深色一點 就要加些老抽 你又可以一會兒 烤焗 試一試味 現在再煮 還有三分鐘 我煮好 這三分鐘 再跟大家說 再來 看看可不可以 嘩 這樣 挺有趣的 也好 這個是電飯煲做的 很簡單 大家可以看到 要什麼味道 要什麼吃就自己下 剛剛的蛋 是在電飯煲做到的 現在放在面上 嘩 很漂亮 又是 沒有所謂的 放多少吃多少 最主要就是要有芫荽 可以了 芫荽 加一點 嘩 應該可以了 剛才不像了幾個臘腸 都溶好了 不要緊 OK 這個就是 電飯煲簡易做糯米飯的方法 夾在一起吃 就非常之刺激 希望大家都喜歡 這次其實 最後我加了少許水 為什麼要逐少許水 就是不想太軟 不要緊 這個方法你們試一下 就比較方便 多謝 如果大家都覺得好看 請多點幫我分享給其他朋友看 多謝大家訂閱 越煮越好 鹹蛋黃豆腐 這個叫做 慢慢上 喂 是不是很簡單 又是雪櫃有些什麼 就放些什麼 這個 這個 要來送飯 很好 很正 好 讓我收拾一些帶子和蝦 上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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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